大家好,今天我们前往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将一起迎接莱花出席中国中亚峰会的国家元首 我们现在就快要到达机场了 沿途其实可以感受到西安迎接盛会的浓厚气氛 不少地方的户外大屏滚动播放着峰会的宣传片 公交车站、出租车以及道路两旁的宣传载体上 也打出了各类的标语 欢迎远道而来 给大家三个提示 我们一起来猜一猜第一位到达西安的将会是哪一位总统呢 首先,这位总统会讲本国语言、俄语、英语、法语和汉语 还曾担任联合国副律师长 兼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 第二,他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中国留学 青春时期近八年的时间在中国度过 第三,他还特别喜欢吃中国菜 最忘不了的是回锅肉北京烤鸭蛋蛋面 大家能猜出他是谁吗? 他就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这位总统呢,是出生于1953年 称为中国人民熟知的老朋友、好朋友 那么为了迎接这位老朋友的到来 中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看一看 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托卡耶夫于5月17日至19日来华书席中国中亚峰会 并对中国进行博士访问 托卡耶夫总统已经成功抵达了机场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 现在的腰鼓声还正在响着 阳光昏腾、磅礴热烈的鼓声不断 身在其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陕西人民的热情 峰会召开在即 我们相信在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中国和中亚国家将乘着峰会的东风 让延续千年的思路古道 焕发出新的生机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做出更大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